今天的藝術很有事 要拜訪台南人劇團 了解他們創團30年來 如何從一個地方社團 發展為專業劇團的過程 日籍製片人小板十字 和台灣電影界的淵源很深 監製過咖啡時光 聶影娘等電影 西門町是他早年經常工作的地點 咖啡店更是他的行動辦公室 下車時 請進入您的隨身行禮 並且如意月台揭繫 分離車在到台南站 路車時 車會進入 不要去照一圍 不要再千萬一 我來你的床 阿閠音 再見 快來問到小燈了 欸 再見 再見 夢到喔 妳是她要來吃那個知曉刺負的客人嗎 我沒過幾個看見她在這裡面穿 阿尊師 妳怎麼又回來了 妳是不是又有執念要我們倒沙缸 沒有 我倒沙缸 妳怎麼回來了 我這個回來了 因為小鴨 小鴨 湯湯啊 小鴨 妳怎麼回來了 十七小吃的故事已經像第三集了 她一直都是圍繞著一個廚師她死掉了 可是她不知道自己死掉了 然後她的靈魂留在這邊 然後每天就是想要煮飯 想要煮飯然後等待她的客人上來 上門來這樣子 然後這個廚師她以前交過一個男朋友 可是那個男朋友後來就是還是去結婚了 生了小孩 可是一直都是有跟著廚師有聯絡 還帶小孩來玩 大家都是很就是一家 就很像一家人一樣 感情一直都很好 可是到了某一個階段之後 突然這家人跟這個廚師就再也沒有聯絡了 可能孩子長大了 因為以前這件事情並不是那麼的被接受 所以就再也沒有聯絡了 這個廚師叫阿尊 阿尊她的男朋友就是那個叫做阿發的人過世了 然後這對姐妹這個小哈的生了小孩 也完全忘記有曾經有這麼一個地方 然後直到有一天爸爸託夢 就是一直給他看那個 你所不知道的台南小吃的部落格 然後他們就只好暗圖所寄來到這邊 然後就被這個廚師的怨念關起來 那時候同學他們想要結婚 但是並沒有辦法 那時候法律也不允許 我自己今年在做的時候 會覺得特別感慨是說 看我們2015在討論的事情 2016就是我們已經看到了 就是他這件事情 他是有未來的了 剛好台南人30週年 然後小吃已經變成一個 大家心裡會覺得跟台南很有 很有直接關係的一齣戲 就想說那一定無論如何都要做 再做一次小吃 這個水晶餃 對不對 這個台南水餃 這個台南水餃 在哪兒阿豬那天炒的這個沙茶 整個很搭耶 這個甜 跟這個鹹 還有那個裡面的鮮 這個水晶餃QQ的口感 還有那個沙茶沙沙的口感 整個很搭耶 就是這筆了 還有沙茶 所以不要幫忙 可以 技術部分 他要一趟攤車 好 那我們去坐攤車 他要一個 一個什麼 那個桌子 我們就去坐桌子 這些都可以 好 他要吃什麼 就是說他有提出 他要吃肉麵 那我就好 那我們來做肉麵 因為我把這些東西 都當作一個技術 在處理 所以我覺得那必須我要做到 這是要做水晶餃 其實這些都生活裡面 我媽媽也都很會做菜 所以我就問他所有的工作 過程怎麼做 只是皮不太一樣而已 因為菜包可能是用米 米酒來做 水晶餃是用那個 含煮粉來做 所以只是材料上的不同 就是演出結束 反正戲裡面提到的東西 觀眾等一下就會吃到 不好意思 讓大家站這麼久 這樣我不用準備 要去給大家吃 來 來來 準備 來 撒菜了 我要去裡面 準備好東西 我跟台南車的魚章 也是這樣 人家在家裡 大家都有吃肉麵 雖然糟糕大家 我們家人 要扮魚巿 生的兒子就有去米國了 我跟他煮東西一樣 很豐富 你自己的比喻 我們無論做什麼事 我覺得我們的傳統 如果都可以很適宜的 加入到劇場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 很豐富的資源 我們應該好好珍惜 時間回溯到30年前 在台南天主教會的 華登藝術中心 有一群年輕人 經常在此聚會 他們在季寒族神父的鼓勵下 成立了台南在光復後的 第一個現代劇團 成員幾乎都沒有 專業的劇場資歷 因為我大學是唸中文系 那我們也有戲劇課 然後也有編劇課 其實也有一些練習 可是劇場怎麼運作 其實還是很陌生的 所以那時候神父請我們 開始來巨團的時候 其實我是把它當作 我的工作 就是說老闆交代 可是沒想到 我自己越做 真的是越來越有興趣 那我就開始Call我的朋友 蔡明義 蔡阿炮 她現在是電視明星 那她也 那時候她是保險員 所以她就覺得可以啊 會泰南還可以玩戲劇 覺得很棒啊 然後後來我們想 那我們可以叫做 我們的劇團就是在台南的人 所以我們就想叫做 人劇團 然後再加台南兩個字 所以叫台南人劇團 當初成立只是一個像 社團的性質的團體 慢慢慢慢的 就這樣走過了 這麼長的三十年 對方她是我們第一 一開始的團長藝術總監嘛 那她來帶領劇團 創作方向的走向 她非常關心台南的人文 然後她生活在這個地方 所以說她整個創作的方向 就是以台南為主 以之後那個鳳凰花開了 說白色恐怖時期 以那個金花虎那個廟 陳隆街 這個組織來說這件事 我覺得我在做總監的過程裡面 當然還是比較小的規模 就是比較是台南 一個發展 開始過了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 當然你會開始想要怎麼樣的 有不同的面向 所以博森也試著 跟很多不同的人合作 那個時代 台北人 現在ACG沒有台北人 都沒有用台語來做 都沒有一個台語 那博森又接到西方禁令 台語玩意 所以說到西方禁令 那時候說到台南人之中 其實那時候的想法 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因為沒有人做這件事情 然後就發現 因為我當時選的 比如說希臘悲劇 這種用詩寫的劇本 我覺得台語的 因為台語有八音 比起中文的四音 我覺得它在處理所謂的 語言的音樂性 然後旋律來得更有趣 後來就決定用台語來演 我覺得本身 Auntie Gonging這個劇本 我自己也非常喜歡 可是在所有很多歌隊的時候 我們都是吟唱那個 就是朱定順老師 就是吟唱恆春民謠 來唱這些歌 我現在回想到那個場景 我都覺得好美喔 尤其是那個女主角 她這樣子坐著那個轎子 然後朱定順老師唱 無背拔 用那個旋律唱 那一幕每次看每次都覺得非常的感人 我第一次看的戲是在他們的停車場 那時候台南人他們的就是在停車場 架了就是觀眾席然後做演出 台南人的確是一直以來都有在各個環境裡面做戲 第一次跟劇團合作 然後我當助理的那一次 導演助理的那一次 是在藝展京城做演出 每一齣戲都有非常多的不方便 我覺得每一齣戲都在做客服 因為它就是條件就是這樣子 從藝展京城的入口 要經過一座護城池的橋 然後才到前面的館長 但是主要表演器在這個館場上面 因為在橋子是一個過渡 但是演員又必須要從城牆裡面出來 經過橋才到館長 所以這件事情是非常很遠的距離 那我們怎麼樣上下舞台 我們怎麼樣運作這件事情 透過鐵軌做一個鐵輪車 可以在鐵軌運作的鐵輪車 然後搬東西上去然後一直運運運 而且有時候是一整個房子 一整間房子就運出來 然後到平台上轉彎然後演完戲 然後又下回去 提到的演技就是它是2008年 我們台南劇團第一次到國家劇院的大劇場 去做戲 然後我覺得這個作品也會讓我們劇團 開始從小變大的一個轉捩點 就是我們以前可能在中小型劇場做戲的能力 已經累積到那邊了 那第一次做大劇場 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包括導演也是處理大劇場 跟處理中小型劇場 那個思維上面是有不一樣的 那你啊 我的又站起來 人的有名字 是靠自己去改變 我的建築面對 又改變 但我們台南劇團 我覺得就是 形式啦 風格啦 都是因為主創者 這個導演 他個人的美學 而產生出不同的產品出來 其實黃成雲小炳是我在中山大學的學生 我覺得他最強的地方就是使用空間 所以包括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321小細節 然後在這個321西花園 幾乎我們從三年多前來做的第一齣戲 就是小炳為我們劇場導的 你所不知道的台南小吃 那當時也是看中他 很會用非劇場空間來做戲這樣 如果你來到這個地方 就一定會有很多人跟我一樣 是很好奇想要在這裡面走來走去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一直在想說 要怎麼樣做一齣戲 然後是可以讓觀眾在裡面走的 台灣劇團好像是那種台灣戲劇 戲劇戲劇學生畢業之後再進修的學校一樣 其實我沒有真正的在課堂上教過蔡博 當時看他的表演就非常非常的驚豔 然後特別是蔡博 他在掌握語言上面的能力非常的高 就是他使用聲音啊 然後處理語言的節奏上面啊 然後還有他當時的作品 都比較喜劇 然後都很荒謬 然後那個喜劇的節奏感 都抓得非常的好 在哪裡見過你 明明 愛在心裡口難開 用盡氣力 愛一個人好難 來吧 來吧 很簡單 你覺得很簡單 我覺得很簡單 我很迷戀於各種不同的語言跟腔調 然後我的生命經驗也充斥著各種不同的語言 前舊已接過可靠憲報 會有恐怖分子要來殺害總統 情侶殺害總統情感的淫薇凡 Mario 這個真實身份和情報國的湯雲 情報局的創談中的掌握 在我們這間真有名的人性頂是本 KS這個作品我覺得它的通俗 它的娛樂性 讓這個作品吸引了很多 可能不認識台湾劇團的人 然後因為這個作品而認識了台湾劇團 然後變成我們的粉絲 變成蔡博章的粉絲 我們去海灘 我們去海灘上大叫 我們來站坐束縛我們的 我們去面對大海尋找我們的自由 我們去面對大海大海 我很容易把小事畫得很畫大 我很容易把一件看起來很平常的事情 然後把它弄到好像很嚴重 這是我的個性 所以在衝動上面變成一種優勢 是每一件事情好像都突然變得很重要 明明看似不重要 可是其實可以被放大成一個很戲劇性的場景 這樣子 我們的焦氣地底說得對 行李箱被打開 為我了 你們起來 為我了 一個演員如果能夠在台上演戲的時候 同時具備了導演的腦 他或許就會對自己在這個大台上的存在感 會更強烈一點 那如果是編劇的話 我也覺得如果演員對於台詞 劇本的架構更有概念的話 在這整個戲的脈絡裡面 應該要把自己推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我是後來慢慢覺得這三個東西對我來說是 是同一件事情 對我來說只是一個尋找平衡點的過程 在這裡 在那裡 我在旁邊經過 我沒有看到白色的湯匙 我晚會走 我去找醬油 最大的夢想就是訓練一批全能演員 就是他們能夠演戲之外 他們也能夠唱歌 能夠跳舞 能夠翻滾 會雜耍 要學這麼多東西這樣 有所累積 對這個台灣劇場有幫助的一些事情 我自己很感恩的一點就是 其實從來沒有 我在創作館當中 從來沒有限制或規定我 要做什麼 要寫什麼 要迎合什麼 我想要發揮什麼 劇場給我百分之百的自由 跟創作統計 我們現在是以一個很專業的劇場 但是我們還是在環境劇場做戲 我們依舊沒有拋棄這個土地的這些 就是這些真實的痕跡 要是在環境劇場做的 有功能 在股東機能 要是有功能 去年輕的 跟快樂 製生有功能 有功能 要找一個 就是想和華聖堡 一上校的 他們自己拋棄 他小型的 應該差不多吧 因為導演就是請她是幾個 有一個劇團的幾個演員 就是那種那個用不偶的 大十年前是應該不是電腦的時代 應該是那種那個Wild Processor的時代 因為更早就是什麼都沒有 對我是比較習慣上在咖啡廳工作 因為比較安靜 因為那個前線電影公司人很多 來來去去來來去去 所以每天來到他們的公司 我一定會在咖啡廳喝咖啡 不然那個不喝咖啡沒辦法結束一天 因為那個當時是那個 侯曉辰導演跟昌華君欺騙 他們的公司是那個前世 前世電影公司嗎 是就韓國街嘛 現在應該還在吧 他們都不喝咖啡 欺騙也不喝 侯導也不喝 後來是導演 侯導是慢慢習慣 可能練習吧 就喝咖啡 我是以前就是輪流去喝 今天在楓岸喝 明天去南美喝 那你的爸爸還在嗎 還在啊 那很好 我想問就是1967年左右的 市民廳你還記得嗎 還記得 不過爸爸現在是有點老了 肯定的 我都很不清楚了 有點有點 楓岳 楓岳 以前就是 我覺得這個兩家咖啡廳有點 我不開始進來 因為那個時代 老先生真的多 那個年輕小姐真的很少 咖啡習慣當初是應該是 因為我們日本有一個 小金安阿然導演 宋祖是紀念這個老導演 因為 小金安阿然是算是 宋祖的導演 所以他的八十年或是一百年的 一個紀念 他們想拍一個電影 但是可能是 所以胡筱岳導演是 還有他的編劇 是秋天文小姐 他們可能有一個 慣性 有一個習慣 就是 從先邊的人來看 因為他們兩個 畢竟不是日本人 所以在 日本拍攝的時候 第一個想到是先邊的人 他們都是這樣子 從先邊的朋友 就是先邊的故事來 就是那個 做出來一個故事 我是小生二年級 開始喝咖啡 對 那個時候在日本是喝咖啡 多少 兩百塊 一百塊的時候 那應該一九七 一年七二年左右了 我回到東京 就是去那個 賢保丁嘛 那個時候他們的故事 就非常非常 書店多的 因為那個時候 很多大學 大概起碼五個大學 都是在那邊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去賢保丁買書 我是買了書以後呢 我就是去咖啡廳 看那個我剛買的書 我剛開始來台灣的時候 我特別喜歡看那個 書店跟那個看板 因為到處都是繁體字 所以我想學漢字 然後以前的重慶南路 就比現在是書店非常多 應該兩倍都有吧 嗯 非常多的 大樓也沒那麼多 跟賢保丁一樣 差不多 一層樓 二層樓 最多也是四樓 因為我比較喜歡 是關重慶南路 是因為是那個書店多的關係 還有文具店 我覺得跟那個 日本的賢保丁 滿接近的 三密書就是 我一早就是 我的印象是那種 教科書蠻多的 但其實不是 它是綜合性的 紅路堂書店 就是比較隱蔽的地方 因為它比較特殊 有關那個 台灣的報道的 日本的書 或是相反的 就是有些 我們想看的日本書 都是那邊可以看得到 而且它那裡也有 那個舊的文件 新的都在 可能老闆比較喜歡歷史吧 我去是比較 日本的比較鄉下 我發現 有些鄉下都有古書店 還有老的咖啡廳 但是這種地方 都留下來是有文化的 西綿町是非常有趣的地方 因為很怪 西綿町還是我今天看 小巷子裡面也有那個 還是有鮮火的 就是那個 這個早期都是在西綿町 生活的人都還在 我來台灣做電影工作 是二十幾年了 對我來說是紅樓 那個第一代 是對我來說最深刻 最印象的一個地點 蔡明亮導演的片子 確實在西綿町 拍得比較多吧 他的第一步 《青少年挪扎》 但是我都記得 在西綿町的景就是 旅館裡面的戲 那個小巷一起跳跳跳那個 也是那個西綿町嘛 就是中營的本公司在 那個圓環那裡的關係吧 所以就是 真的是 到這裡都是電影公司 做字幕的公司也是吧 還有戲片 主要是龍翔學者都在這裡 因為現在是那個 電影圈組並不是需要集中嘛 因為大概是在就是網絡的時代 而且數位的時代 自己小的工作是都可以做成一個 電影行業的工作嘛 那書也是一樣的 現在啊就是 因為不像以前就是 以前是用底片才可以拍電影的 但現在是機會多 誰都可以有個機會可以拍電影嘛 但是問題是我發現 還是那個人的一個 邏輯的一個訓練是 因為你寫文章是一定要是 自己經過自己思考來 是要邏輯要整理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需要的 我現在想起來 二十年前是我開始 在台灣拍電影的時候 大概所有的導演 都是自己寫劇本的 而且雖然不是很賣錢 但是沒有一個特別 不好的電影 我覺得很幸運 我覺得 我剛好入韓的時代 就是拍片拍電影是很快樂的事情 並不是很賺錢 但是很快樂的時光 而且可以碰到很多優秀的導演 那我覺得現在的情況 也不是特別不好 只是時代的變化而已 所以可能是新的 有才華的人會出現吧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